夫妻生活不满足的三种表现 很多的男性朋友会因为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压力等等原因 跟妻子的夫妻生活都会减少了很多 而这样则会引起妻子对夫妻生活不满足 但是妻子他不会刻意的去说出来 而是在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 比如说过于贤惠温柔勤劳等等 那么妻子对夫妻生活不满足都会有哪一些表现呢 第一点就是刻意的贤惠 这是一种隐忍是火山爆发的前夜 所以呢你要赶紧的去响应 否则后果你自己负责哦 他的低姿态他的勤劳都是做给你看的 其实呢就是要打动你的心 让你套牢他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背后 拦腰抱住他 贴着他的耳朵或者是尼喃 更或者是说一些幼满的情话 不要吝啬你的赞美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下流的话 第二点就是小动作多起来 比如说捏他呀打他呀去烧咬他呀 触碰他的皮肤啊 显然处于一种饥饿的一种状态 女人呢是用皮肤来呼吸的 你多久就没有摸他了呢 抚摸可以是肢体的活动 也包括了言语的抚摸 给他正面的赞美 然后呢抓住他不安分的小手 放在唇边 吻着来互相的去通电 然后椅子感应就来了 天下没有真正远满的女人 只有被男人忽略掉的女人 第三点呢就是一个无名火了 如果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东西啊扔得叮当响的话 一屁股坐下来地球也会抖三抖 你就要检讨一下 多久没有套牢他了 什么叫知足 知足就是快乐 就是安心 而现在他不快乐 还很躁动 说明有一些疏远了他身体了 说明你已经很久 都在疏远他的身体了 他的身体在抗议你 其实他自己也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今天晚上 你要好好的去安慰他 古代宫里 很多那种斗争啊阴谋啊 其实就是女人太多 而皇帝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的一个缘故 男人就是女人最好的灭火器了 以上所述啊都是女性得不到 男人足量的爱和性的变相表达 投诉 男人本喜欢往歪处想 特别是在恋爱或者是在外界混的时候 可是一到了婚姻的屋檐下 就好像是麻木了 就不太爱动歪脑子了 现实但是 男女失调的时代 如果你抓不住女人的心 她也可以转身的就走了 女人是最好捧的 但是绝对不好冷落 在平淡的婚姻生活里面 记住一定要时不时的去不正经的 平淡的婚姻生活 记住不时的一定要往歪处想哦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